这是龙珠里两位小豆丁的精彩对话 饺子面对克林的嘲讽 只是说了一句光头 瞬间就让克林暴跳如雷 坦言饺子不也是光头 可没想到饺子却脱下帽子 头上不但有一根头发 并且头发还会扭动 克林看到这一幕直接破防了 坦言这和光头有什么区别 这时天津饭都觉得害羞 赶紧让饺子不要和克林再继续纠缠 但是克林的内心很是生气 必须要在擂台上让饺子好烂 就在刚才龟仙人对战狼人的比赛中 变回了大帅哥的模样 于是就轮到了克林对战饺子的比赛 只见比赛一开始饺子竟然悬浮到半空 随后饺子快速移动一脚将克林踹飞 紧接着饺子又来到克林的前方 又是一招铁头弓将克林顶到空中 这时两人又在空中展开了激战 可以看出饺子因为有五空术的优势 最终克林不敌被打回地面 然而就在饺子回到擂台的瞬间 克林突然一个闪现消失了 天津饭告知饺子克林在左边 奈何饺子分不清左右瞬间手忙脚乱 这时克林突然出现打得饺子猝不及防 只见饺子被克林逼得节节败退 奈何饺子有五空术 关键时刻飞到空中 这一幕让克林气得痒痒的 要是无法破解五空术就很难打败饺子 可就在这时饺子却突然施展出动动波 克林虽然躲过了第一次 但是饺子又连续放出三个动动波 此时的克林因为无法飞行只能闪躲 反观此时的悟空认出了这个招数 当初自己就差点被淘白白的动动杀死 天津犯听到悟空的话走了过来 询问悟空是在那里见过这样的招数 悟空没有隐瞒坦言在淘白白身上见过 只不过淘白白被自己杀死了 听到悟空的话天津犯一万个不相信 但是悟空无比坚定坦言自己没说谎 此时的天津犯瞬间沉默了 没想到强大的淘白白竟然被杀死了 这时龟仙人也询问悟空是不是真的 连龟仙人都不相信自己悟空也有些生气了 看到悟空不像说谎的模样 龟仙人震惊了 没想到这三年悟空竟然经历了这么多 随后龟仙人告知了悟空一个秘密 原来淘白白竟然是贺仙人的弟弟 另一边天津犯找到了贺仙人 将淘白白被悟空杀死的消息告知了贺仙人 得知自己的弟弟被杀死的消息 此时的贺仙人无比的生气 然后让饺子不要玩了 并且让饺子将克林打个半死 于是饺子不再隐藏火力全开 只见克林被打得东躲西藏 整个过程完全没有还手的机会 这时克林又在擂台上翻滚了起来 并且各种各样的闪躲方式 让洞洞波始终没能击中克林 就在这时克林又突然消失了 饺子再一次分不清是左是右 只见克林在擂台上快速的移动 分不清左右的饺子不知道 自己已经开始在缓缓的下降了 这时克林终于看到反击的机会 只见克林借助围墙一跃而起 瞬间来到饺子的面前一脚踢出 可没想到饺子还是及时反应了果然 悟空树让饺子没有砸到擂台上 回到空中的饺子再次凝聚洞洞波 克林健壮不能坐以待毙 竟然摆出龟派气功的姿势 可没想到龟仙人坦言克林的龟派气功 根本不是饺子洞洞波的对手 只见饺子的洞洞波变得更加巨大 突然饺子将洞洞波射向克林 克林很聪明没有和洞洞波正面硬扛 而是闪现来到饺子的身后 趁着饺子不注意施展出龟洞气功 饺子没能躲开直接被正面击中 奈何克林的龟派气功威力不够强 以至于饺子还有余力施展悟空树 只见饺子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有些狼狈 天津犯看到心爱的饺子受伤了 眼神中恨不得将克林大卸八块 可就在这时饺子脱下自己的帽子 只见饺子施展一招战斗龙卷风冲向克林 来不及反应的克林瞬间被撞倒在地 这时饺子借助墙壁又杀了个回马枪 同样是光头克林不信自己打不过 于是克林也施展铁头弓冲向饺子 只可惜克林没有旋转再一次被饺子撞倒 可以看到克林的头都被撞破了 这时饺子冲天而降速度无比惊人 克林健壮一个跳跃及时躲开了 虽然饺子撞倒擂台却一点事都没有 甚至还拿出毛巾擦了擦自己的光头 并且还涂了点口水继续擦了擦 很快饺子的脑袋就像镜子一样光滑 就在这时饺子再次冲向克林 只不过克林并没有闪躲 而是用双手将饺子挡下 可以看到克林不断后退连手都冒烟了 眼看克林已经来到擂台的边缘 饺子迟迟没能将克林淘汰 最终饺子的持久力不行了只能放弃 克林终于有了反击的机会 正面交手饺子直接被压制 就在克林要乘胜追击的时候 饺子竟然施展了超能力 瞬间让克林觉得肚子无比难受 此时的克林觉得肚子里翻江倒海 饺子趁着这个机会一脚将克林踹飞 但是克林却想到破解超能力的办法 只见克林询问饺子4加3等于多少 数学不及格的饺子利用双手算数 超能力瞬间就被破解了 随后克林握紧拳头狠狠将饺子一拳轰飞 克林乘胜追击没想到又被超能力阻止了 于是克林又询问饺子9-1等于多少 饺子的双手又立马算了起来 这一次克林拿出了全部力量 全力以赴下朝着饺子挥出一拳 最终饺子被克林打下擂台 以至于克林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